两年学说话,一生学闭嘴,做人,不能多说话,而要会说话,不懂时,少说话,懂得时,说少话,做人,宁可无言,也别贪话多,一不小心说错话,两两相对就尴尬,做人,宁可沉默,也别说破,或从口出的道理谁都懂。 有些话只是合藏,不适合说,看清一个人,没必要拆穿,看透一件事,没必要说破,心里明白,嘴上不说,这才不会伤到自己,得罪别人,做人,宁可糊涂,也别画牢,有些人看起来没表面那么友善,还没多熟就喜欢跟对方说一堆,逢人只说三封话,不可全抛一片心, 倒不如糊涂一点,学会大智若鱼,这样才能过得舒心,活得安心,做人,宁可低调,也别高调,保持低调的状态,说谦虚的话,高调做事,低调做人,这个社会,真正的强者,从来不会炫耀金钱财富,身份地位,成熟的卖岁永远是低下头的,做人,宁可赞美,也别伤害, 良言一句三冬卵,恶语伤人六月哈,不要用语言攻击别人,这是损人不利己的事,适当的赞美他人,别人开心也开心,赞美别人引以为傲的事迹,尊人玫瑰,手有一箱,做人,堂堂正正,做事,有始有终,学会说话,说好话,是人一生中必修的功课, 好好说话,开心过一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